《大象大象》 《大象大象》 我叫保明 是一名大象医生 我同事的工作已经有二十三年了 日常的工作 就是大象的救助 也包括照顾大象 鼻子没错 好 羊牛 它现在踩实的应该是榕树的一种 有没有比如说寄生虫 考虑它是不是喝水喝草了 我从小对动物 就是有一种发生内心的一种喜爱 可能小时候在农村家里面 养个狗 难免小狗生病 甚至死亡 就感觉非常的不自在 就是那时候想 怎么看这个动物 给它看看病 还有意思就是我学的是兽医 当时我学的时候 就是接触了更多的是牛 马 所以直到今天二十三年过期了 就是 就是从刚开始的时候 对大象情长不知 到现在慢慢慢慢也掌握和了解 那些大象的生理特点 它的行为习惯 这也是日常提警要做的 正常情况下 我们可以在半年 半年踩一次 看看 从斜山龟斜航里面 看到它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健康 好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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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龙是在两年以前吧 也就是2021年的时候 我就记得当时 它可能出生两个月左右 被一种植物扎上以后 就导致了大面积的一个破坏 所以这个时候 它可能很难跟上这个象情 我总认为我们的大象真的很聪明 这个象情 把龙龙带到有人家的地方 让我们的老百姓都发现它 这样子才对它进行一个研究 警察以后 他往前是皮外伤就 没有伤到骨头啊等等这些 但唯一不同的是 两个月的小象 它还在喝奶 所以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可以带起象来的 这样这个替代品是没有的 它这个营养成分真的很特别 没办法 我们也只能参照我们以往的经营 就是尝试 用这个盐来 来照顾 以我去的孝顺 来 走 赶紧上 你看我们救它的时候才180公斤 到现在已经长到1000公斤 长得非常的钻实 是个小盘盾 顶型的小盘盾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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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带到野外的目的就是 希望它能够出来喝羊奶 能够识别更多的菊 这个为以后放轨道以外 做好这个充足的准备吧 所以实话吧 从我个人来讲 从刚开始都坚持 到也犹豫过 因为这个主要是 过方面的可能就是 比如说 家庭的一些情况 有时候也想过 哎呀 是不是 就真的就选择另外一个 改为小盘盾 但是 当我有这种想法的时候 再来看看小巷的时候 夏妈妈把她的希望 交给我们人流的时候 真的心里有太多的不舍 所以 极致业职业职 在左右摇摆油油的时候 最终我还是省在那儿大象 而且既然省在那儿 我可能就要 大小巷好好地做 因为我们大象 不可能说是 经济的就靠近了 要么麻醉枪 要么就是吹管 当然因为麻醉枪的话 可能在日常的生购和保管当中 要求会非常严格 我现在在做的 这个吹管制作器 就是制作起来 非常的方便 一个刀片 一次性的制作器都可以 通过几分钟 制作成了一个完整的吹管 它在一个中干的地 就是 四周都是开客的 它对于我来讲 又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我们也可以 保护我自己的 也这样子一个 比如说大寿 一个成年大小来讲 你靠近20米左右 真的是非常危险的 还是冒了很大的勇气吧 去操作 只有一次的机会 现在的人员是在对于江老三 进行一个神奇的基本性 好 心理三四三很好 你两个好 当下他正在心里范围的 他大概还有多久会行 是 我们要尽快的速度 就在十分钟之内给他当心 好 好 好 既然做兽鱼 我喜欢动物 而且我觉得大型 还有这么多的挑战性 而且可能会成为以后的 这个大象整个保护 整个的治疗过程中 最重要的一环 就会发挥一个 肯定会积极的作用 所以就加速我 第一 挑战自己 第二 你要去学习 2021年大象北上懒归的时候 我青春也参与了 我相信 青世界的目光 都是很正面的 在观众的这些温因性的画面 我很容易了解这几个大象 这几个大象的名字 叫小短笠 可以说这种像是我们看着它长大的 很有意思的是 其实我们这几个队伍 三级球大象 是感觉它知道我们 就是我们在叫它的名字 就感觉它好像也有意思 因为这几个人 是不是我们老家来的 我是最爱认为的 食物的头发 方向的预判 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人 要放在喜欢吃的食物 如果他们整个象形的方向 顺着我们头发食物的方向改变 这个就可能要好得多 所以还是决定把它引到这儿 适合它一点 希望它从这里来吧 就是一次方向 另外吃的比较多 而且这个相对平凡 也有利于这小象的行走 我们大家很可烈 让青世界的目光都在看 看看中国的生态保护 所取得的一个成绩 我前后也到过明殿 老挝 泰国 然后也到了尼泊尔和美国 在同行当中也有很多的 同事和专家是不太了解中国的 他们可能认为在中国 在动物保护 在大象保护方面 不会有那么的积极 再通过我去分享 我的报告也会 完全刷新了他们的认知 其中我在尼泊尔参加 那个学术营导会的时候 我觉得当时的 发现很好 很多的问题在问我 就看我们所在的工作 小象都做得这么好 还有我们不断的 其他成功救助的 一些大象的案例 都非常的成功 现场有很多的专家 都非常肯定的 他们觉得 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做的事情 真的还是非常了不起的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走进我们非常漂亮的八夷高地中学 接触过大象 或者观看过野象的同学 其实我看一下 就是包括老师每一年都要到不同的学校去讲课 就是希望让更多的同学 像今天能够接触大象的知识 因为我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地方 生命可能有很多的大象 比如说我们的村站的周围 从小时候开始 我爸爸在我身边比较少 之前我不太理解我爸爸为什么一直在工作 然后到现在慢慢长大 我才发现他的这个工作 就保护了亚洲象的安全 从刚开始的时候 自己想学收集 没有更多的人 可能认可 到了我们家亲戚的叫我 像爸爸 大象医生的时候 就心里的那种自活感 也有让而生命 在大象这一项工作 我一直会做一下企业 我对未来的一个期望 我就相信 有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大象和其他动脑 包括工作当中来